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来谈谈周五王那个时代 在周五王那个时代呢 在西周初年人号称有八百个诸侯 封王封侯可以说是我们最羡慕的事情 但是在西周早期呢 它是一个标准的古才士 这个难度可以说是地狱级的 并且和天子关系好的王子 都偏偏地想要留在金城里面做官 被封为诸侯的王子们往往是哭着去上任 这是为什么呢 在周天子集会大殿刚刚结束之后 这一群天子的兄弟们就在等待的被安排 大家看上去是又兴奋又紧张 眼神里面有期待又恐慌 堂上的礼宾官打开上纸 一一压压的一阵喧哗之后 只见身边的人一顿烧动 有的兄弟高呼万岁 兴奋的跳起来 有些兄弟则是一年愁苦的生无可恋 所以也很好奇当诸侯不是很好的吗 天高皇帝元做个土霸王 为所欲也不爽吗 又不是坐牢判刑 怕什么 按照周礼呢 天子会赐给你一大堆的人马跟财产 可是处方那一天 你一看 天子赏赦人 就是几个穿了铠甲的兵士 大多数人都不太强壮 还有一帮呆头呆脑的大臣 有文官 有武官 也有史官 这些都算是你的家臣 还有几百个努力 其中看上去不少都是老弱病产 加上一大堆破烂的农具 及时车的恶劣财火 这些都是天子固坊里面搜刮出来的下脚料 你有点失望 也不知道这点够不够用 在西州的时候 大地还没有好好的被开发 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的 没有被污染的痕迹 好像刚开放的新世界一般 空气清新的仿佛自带的香味 让你贪然的呼吸着 金城外面有一眼望不到头的肥沃龙田 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很多奴隶在卖浪里面劳作着 专门供养你这样的贵族 但是你路过一座又一座的城池之后 高大结石的城墙让人非常有安全感 你就会想着说 我的土地跟城池应该是这样子吧 走着走着 平坦的道路走到了尽头 眼前只剩那崎岖的山路而已 但是你的风果还远远的还没到 你一个堂堂诸侯 只能够和奴隶们一样下车步行 又是爬山又是涉水 大腿小腿已经控制不住的抖了起来 而旷野里死不死的一阵风一阵雨 把队伍中人人都搞得像你脸一样的狼狈 好像你们并不是去开国建府一样 而是像去开荒的难民 走着几十天 不容易到你的封地 你看了一眼就爆炸了 哇靠这什么破地方啊 一片蛮荒 满地都是荆棘啊 只有一个荒废的城池 城墙跟房屋也都塌了 而手下死官告诉你 君上你还算是吼的 以前这里风过一次吼 熬了两年才造好了这座城池 而没过多久 蛮人就打了进来 把军城都杀光了 这个国也就灭亡了 你一听 吓着脑子好像被雷劈的一样嗡嗡的响 怎么也没有想到 当诸侯还有这么大的生命威胁 一不小心就会被杀了全家 你觉得自己像落入的地狱一般 一样到处都是吃了的鬼怪 还有你的国家就这样子算起家了 在独辣的太阳之下 你们灰汗如雨 尖挑手扛的 把这个倒霉的城池 重新又把它建造起来 而作为君主呢 你也没有办法偷懒 因为文官一本正经的告诉你 贤金必须要带头来干活做表帅 所以你还得亲自的搬砖 搞得两只手都磨破皮了 脸晒得像黑人一样 浑身粗糙跟奴隶一般 根本看不出你是个贵族 而修了大半年 活活累死了超多的百姓 小小从此才基本上修好了 而这就是你的独城 而住在里面的子民叫做国人 住在城外的就是不开花的部落 蛮人也就是所谓的野蛮人 你打开侧风里的文书跟潦草的地图 发现花给你的土地 都还在野蛮人的手里面 天子分封诸侯 就是要你们去开疆拓土 大笔会给你画个圈 能不能拿到土地 就要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可是野蛮人怎么可能 会轻易的服从你呢 你这个新来的陌生人 所以你派去招安野蛮人的使臣 回来的时候脑袋已经没有了 那你问文官怎么办 文官就一仰顿错的说了一大堆 大概意思就是说 按照周理呢 你要带天子对不服从的人进行讨伐 可是你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啊 身为贵族 你虽然从小练习过武艺 可是这样上战场打仗 那是一点概念都没有 再开一看边上没有头的尸体 你无数次在心里面问着老天爷啊 为什么你要我来到这个鬼地方 为什么要逼我去杀人呢 第二天你的军队和野蛮人部落 在旷野之上尸杀 野蛮人高亢的哄叫声听了你心里直发毛啊 而拖着火焰的剑簇 像爆破女般的向你们袭来 中间的人纷纷痛的卷缩倒下 即使身边有很多的护卫 你的内心依然是慌乱无比 翠国君的自尊心 你硬撑着 不希望让身边的人看到你的恐惧落下 双方的士兵狠狠的撞在一起 你看到一个野蛮人的长矛 硬生生的刺穿了一个士兵的胸口 士兵的青铜剑 则是砍在野蛮人头部的正中央 破开骨已经被砍开了 但这鲜血却还没有喷出 两个快要死的人 同时惨烈的哀嚎了起来 无数人的哀嚎 拌满了你的耳朵 突然之间你发现自己的胳膊上面插了一支剑 你居然没有觉得疼 而一个野蛮人突然冲到你的马车跟前 一个机灵躲开他戳过来的长矛 本能的反手一剑砍了回去 感觉手腕猛烈了一阵 好像砍到他的脖子了 你把剑收回来的时候 刀刃上面已经沾满了鲜血 腥味相当势比 这是你第一次杀人 打完了这一仗 旁边的人都觉得你的眼神和过去不一样 因为此刻你才是真正的成人长大 就这么打了大半年 双方都死伤沉重 眼看了野外的坟头越来越多 野蛮人的酋长实在撑不下去了 总算愿意和你讲和 但是按照文官的建议 你封了酋长当贵族 结果你掏空家底 赏赐他们部落很多的东西 酋长提出了要求 你必须娶他的女儿当王妃 就把几个又黑又丑的女孩 推到你的面前 朝着你咧嘴一笑 呃啊 隔了老远都可以踢到他们嘴巴里面的错位 寻了你差点就晕倒了 但你很想要拒绝 但是一想到拒绝又要打仗 你就想说什么样都行吧 你是你黏黏的鼻子接受了这双和亲 这才把国家初步安定了下来 而天使听说你开疆拓土 特地赏试了你建青铜顶当作传家宝 上面刻了几句迷文 记录了你平凡天使的功劳 可是你看着部下将是惨重的伤亡 看着找你偷空的比年还要干净的仓库 想想后宫那些丑陋的母老虎 一点都看心不起来 你想起在京城跟兄弟们打猎快活时刻 让猎狗冲在前头和野兽施打 找到猎物之后呢 你再长到几根骨头 而现在你就觉得你活得像那只猎狗一样 拼了老命 有血流汗 而天使和亲戴父们却在京城里面安安心心的 享受着你的奋斗成果 你明白了所谓的分封诸侯 就像周天子的一颗种子一样 随手一撒 能够破土而出是最好的 不出也罢 反正天子家有的是你这种王子 长不出的话 大不了以后再撒一颗 等种苗长大了 好不容易收获了 开肯的龙典大丰收了 斩了点家底 结果你看看这几年纪已经大了 按照周理 你打算修个像样的坟墓 也不枉这半辈子的操劳 可是从来不管你的天子 突然派人来说要收税 这些人因为多灾多烂 你一直拖欠着 原来因为天子是你的大哥 联系你开放的困难 所以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是现在大哥驾崩了 新继任的侄子呢 根本就不认识你 一到往令 令你献起内补交力脸的拖欠 你一看清单 恨得牙痒痒的 这是要把你的国库给掏空了 可是你不敢不交 因为拒绝拉贡等于叛乱 天子的王子随时能够抓你去治罪啊 那么林牧只好降低标准 草草修建算了 林牧修完不久之后 你又病倒了 无意的草药吃了很多也不见效 死官则寸步不理的 等着记录你 厌弃 儿子归在你的床边哭泣 叫做尽效 而这个倒霉儿子还得要接班 继续啃荒打仗 而天子赐给你的土地 现在你只有取回一半 剩下的要么还在不服从你的野蛮人手里 要么还是一片荒芜 在这一片你一点也不喜欢的土地上 苦好了一辈子 儿子能不能接着活下去 完全要看他自己的造化 在弥留之际 你远远听见有人在引诵诗歌 你苦笑了一下 你的兄弟在京城享福 你却在这个忙忙之地 生死拼命 苦苦挣扎 这都是命啊 以上故事分享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